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凌晨 求我福帮助我们 求我福帮助我们 使我们顺从于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求我福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使我们行为上纯正 做义人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能力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 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在这凌晨 是谁帮助我呢 是谁和我立下的英许呢 是上帝啊 那么大家相信吗 我们一起找一下真言十三章十三节 那么大家说是相信上帝 而为什么还如此藐视上帝的话语呢 甚至不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结果得不到祝福了呀 那么 甚至有些信徒 在这时间在打瞌睡 大家知道我的仇敌就是我的肉体呀 我心里的恶魔恶鬼也是我的仇敌 那我的肉体也是我的仇敌 罗马书八章五集 在听到的时间打瞌睡 那么 如果在听到的时间不再打瞌睡 能真心地听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能领受允许的 那么有些信徒呢 听了一点责备 就不愿意再来到主面前了 甚至有些信徒面对上帝的话语 不顺从 不认可 把圣经的话语听成人的话 上帝的话语是出自上帝的 铁萨罗尼迦前书 铁萨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五节 我内心有信心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运行在我心灵里的呀 西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 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师最终也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呀 耶稣 先出生命来爱了我们 上帝爱了我们 上帝是让我们得福的 如果不得福的话就会被挨打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 正是因为我总是不愿意领受祝福 上帝如此地爱着我 而我们呢 总是很嘲笑上帝的话语 我听着舒服了 我就会喊阿门 我听着觉得不对 就不喊阿门 这都是英俊的想法 来评论上帝的话语 真言二十章十一节 我的一举一动 全展现出我是什么样子了 我的一举一动 全暴露出我是什么样子的 我得不到允许 都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呀 那么从这凌晨开始 我们有新的开始吧 我害自己的时候 不仅害了自己 还害了子孙三四代呀 真言 真言十三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 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 阿门 我们观看一下身边的人 有些信徒在打瞌睡 有些信徒说 哎呀牧师啊 真的是太疲乏了 那么身体太疲乏 打瞌睡 和一旦听上帝坏的时候 想打瞌睡的 这是不一样的 我的肉体就是我的仇敌呀 我心里的恶魔恶鬼 我祖上的恶魔恶鬼 就是我的仇敌呀 有些妻子特别的辛苦 好多妻子说 因为我的丈夫 我特别的累 特别的劳苦 那我丈夫的一举一动 都是我种下的 这是我祖上所种下的恶果 通过丈夫全展现出来了 甚至有些丈夫中 我的妻子让我很头疼 那我妻子的一举一动 这都是来告诉我 是我祖上所种下的恶果 也是我种下的恶果 我们辛苦受累 不是因别人的行为 是因为我心里的恶魔恶鬼 导致我很烦恼 很痛苦啊 那有些人说了 这一辈子很苦 这一辈子特别的劳热 男朋友都看不见 男朋友都看不见 谁是谁呢 啊 失败的自己 儿子 严脸 比如说孩子特别操心 比如说我的丈夫一直 我的丈夫一直在搞外遇 结果我家孩子也搞外遇 导致心里 导致父母的心特别的疼痛 丈夫特别爱背叛 结果生的孩子跟丈夫一模一样 这个妻子怎么这么的痛苦呢 这个妻子因为她的孩子的事情很操心 那孩子的行为呢 或许比父母的行为更加一倍的坏 品牧台后书三章十三节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让我们各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我每天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我能承认丈夫的罪就是我中生的恶果 这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 而我们总是不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 宁可打瞌睡 宁可多睡一会儿 不愿意承认这是自己的罪 描识上这道话也是自己灭亡 当我灭亡的时候 我的子孙三四代就更加的受遭殃了 那么我们宁可打瞌睡 我们宁可自己败坏 也不愿意听上这道话语吗 我们找一下马太福音五章三节 为什么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呢 为什么用眼泪认罪悔改 有泪水的祷告是有福的呢 这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十篇四十六篇五集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上帝怎么帮我呢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 上帝帮助我认罪悔改呀 上帝不仅帮我 而且要赐福于我 上帝为我预备的祝福就在我眼前 而因我的罪导致我得不到眼前的祝福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 在这凌晨上帝帮我 使我认识到我的罪 我的罪怎样得到赦免呢 唯独基督的宝血赦免我的罪过呀 耶稣来到这世上 医治了很多患者 甚至是死的 活过来 耶稣赐予了很多很多的祝福 耶稣行这一切的神迹 都是为了见证基督啊 耶稣就是基督 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 让我们来认识基督 原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耶稣现在也在为我们显现出来 耶稣要为我们解决所有的困难 而我们总是排斥耶稣 我心里的祖上恶魔恶鬼 不愿意让我认识耶稣 我肉体总是妨碍我认识耶稣 我身体疼痛了 也不愿意来认识耶稣 我多坏呀 大家多坏呀 我们来认识自己多坏吧 我的肉体就是自己的仇敌 而我们宁可爱惜肉体 我们宁可爱惜肉体打瞌睡 也不愿意来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的儿女在煎熬中受苦 我也不愿意帮儿女 我认罪悔改的时候能帮到儿女 而我们宁可疼阿基的肉体 随从肉体打瞌睡 也不愿意帮儿女 我看到身边的人打瞌睡嘛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提醒一下 问候一下吧 哎呦 太明显了 这位信徒 我听着不爱听了 赶紧来承认 哦 我就是个魔鬼 有自尊心的地方 那都是失败的 自尊心一定是败坏自己的 带着自尊心的人 自尊心 大家知道小孩子是没有自尊心的 马大夫十八章三节 非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去天国 小孩子是谦虚 谦卑的 没有自尊心 小孩子宁可被挨骂 也会讲实话 小孩子宁可吃亏 也会说实话 不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 要做四季段悔改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这位信徒您还喊不出阿门吗 这位信徒您还不喊阿门吗 有一个腐烂的苹果的话 整箱的苹果都腐烂了 我们不要在这里 混日子呀 不管阿门的时候 使我的灵魂去天国呀 而这阿门不是嘴上练习 这嘴上阿门不是真实的阿门呀 我要认罪悔改 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呼喊阿门 真实的呼喊阿门 这时候行为上是谦虚谦卑的 能打扫卫生 打扫洗手间的卫生 我们在这世上 经常是自己心情好了 就什么都好 自己心情不乐意了 什么都不好 按照我的一举一动 上帝如是一反还给我的 菲利比书三章四节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上帝很难过的 那么责备了之后呢 好多人就不爱听上帝的话语了 大家知道 有一滩清水 有一勺粪 如果加在这桶水里 整个水都喝不了了 耶稣为什么只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呢 约翰飞六章 大家都可以读一下 当时有五千个门徒 光南门徒 都五千个 但是耶稣只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啊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耶稣的门徒啊 在族的各位 有些家庭 家庭里很多事 一塌糊涂 但是还不惊醒过来吗 还不愿意认罪悔改吗 儿女不听话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说 这儿女怎么这么固执呢 好像这个人特别有个性 那么越是有个性固执的人 命都特别短 我们说这个人性格 怎么这么的犀利 越是性格犀利的话 是不是事情都做不好呢 马太腓五章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阿们 什么叫虚心的呢 心灵谦虚的时候 能去天国呀 大家有贫穷的时候 我肚子挨饿了 不足的普通我平安牧师 在我小时候 大概在五十年前吧 我们那时候出大街 每个零阴城 在大街的垃圾桶里 就好多人抢吃的 垃圾桶里 那都是腐烂的食品呀 但是当时大街上都是乞丐 都为了抢那个垃圾里的食品 刚五十年前 四十年前 我们国家就处于那样的状态 贫穷了 什么都顾不得吃 当时美国军人抽过的烟 嚼过的口香糖 人家美国人吃剩的那些饭菜 我们都愿意去买着吃 贫穷了 饿过肚子了 才能知道这样的处境啊 我的心灵有这样的贫穷吗 我的心灵贫穷的时候 是渴慕圣经的话语呀 而大家的心灵一丝贫穷都没有 宁可打瞌睡也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语 心灵都这么的傲慢吗 我心灵受到了伤害的时候 身体上就有疾病了 真言十八章十四节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天国呀 大家面对上帝的话语 一点饥渴都没有 不珍惜上帝的话语 面对上帝的话语 从来不阿门 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的心灵贫穷了 这时候是渴慕上帝话语呀 马太平五章三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阿门 这是圣经的话语 我每天每天都要领受 每天每天都要靠着圣经的话语 才能活呀 不足的仆人我平常牧师责备大家 首先是责备我自己 就像我们汉殿的时候 生锈了 这生锈的锈 生锈的部位 肯定是用锤子锤下来 这时候这块铁才能汉接在一起呀 我和上帝之间是有罪恶隔阁了 隔阁 那我有罪恶的时候听责备 我听着不爱听 但是听了责备 我反而能活的 我扎针灸的时候 很刺痛 但是扎了一针 我就能得医治了 上帝的话语是医治我心灵的 我心灵要谦虚呀 那紧接着要哀痛 哀痛的人物 我们再读一下 马太平五章四节一二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阿们 我们经常去找人 希望人能给我点安慰 人是安慰不了人的 我们人给不了安慰 而且投靠人的时候是得不到安慰的 我们人属魔鬼的时候 总觉得人能安慰到自己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节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节 唯独上帝的话语 唯独上帝的话语安慰到我们心灵 当我哀痛 当我这四周段悔改 流着泪水认罪悔改 我能流着泪水 能认识到上帝的爱了 我认识到上帝的爱 直到有泪水在我心里 直到有泪水在我眼睛里 我认罪悔改 直到有泪水了 这时候才能获得信心 获得了信心的时候 这上帝的话语 是安慰到我心灵的 我要痛哭流着泪认罪悔改 我哀痛地认罪悔改 这时候才能领受圣心的话语 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心灵饥渴 我心灵贫穷的时候 渴慕圣心的话语 而且向上帝认识悔改 直到有发自内心的泪水 使我认识到上帝的爱了 这时候获得信心 获得了信心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我心灵里的 我们找一下 《铁萨罗尼加前书》二章十三节 我的心灵贫穷过吗 我的心灵贫穷的话 怎么会打瞌睡呢 好多人说 哎呀成功礼拜 我参加过好多次了 也没觉得有多大的特别之处 就总会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 然后还在抱怨 夫妻直接来到主面前 希望治病 然后来找到主了 但是呢 来到主面前了 还在打瞌睡 我的另外一半 即将面临死亡的威胁 而我还在打瞌睡吗 那说明 我也是面临死亡的状态 我才会打瞌睡啊 那这时候谁能为我祷告啊 我的老伴身患疾病了 那没生病的那一伴要为这个人祷告啊 我没有福气的时候 我的儿女就受遭殃 真言二十四章七节 那么我的行为在害了儿女 当我打瞌睡的时候 是在害儿女的 那么大家还在打瞌睡吗 都知道我的一举一动 如果打瞌睡的话 就会害了儿女 那还在打瞌睡吗 为什么没有泪水呢 为什么不认罪不回感呢 有些信徒经常跟我说 哎呀牧师我家孩子怎么怎么样 首先您要承认是你在害了儿女啊 是您的一举一动 在害了儿女啊 好多人跟我抱怨 自己的丈夫怎么怎么样 首先做妻子的 您没有泪水 您也没有认罪悔感 都是您在害了您的丈夫啊 别再抱怨了 首先承认自己的罪 首先承认自己的原因吧 上帝告诉我们 这一切是自己的罪 和祖上所犯的罪恶 而我们就不承认呀 面对上帝的话 我都不认同 面对上帝的话 我都不顺从 甚至 我为什么没有泪水呢 我为什么不顺从 甚至也没有泪水呢 我的悔改 为什么从来没有泪水呢 圆阳福音十六章九集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在犯罪了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警醒过来吧 那么在座的各位 好多信徒生了孩子 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但是自己不悔改的时候 自己却害了孩子 真言二十章七集 如果我认识到我的罪恶了 如果我醒悟过来了 我就要行为上纯正 我醒悟过来了 行为上就要纯正 儿女不顺利的时候 分明是做父母的 不信耶稣 好多人光身子来到教会 其实根本就不是 信奉主耶稣基督啊 在座的各位 大家来到主面前 大家不认罪不悔改的话 大家就在祸害自己的孩子们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 孩子们在辛苦受累 做什么都不顺利 大家来到主面前 也不肯认罪 也不悔改嘛 而且认罪悔改的时候 一滴泪水都没有 从来没有痛哭着 哀声大求 从来没有痛哭着 认罪悔改呀 文马说八章五集 我的肉体正是 与上帝做对的 我随从肉体的私欲的时候 是与上帝做对的呀 静女拉合 她得救是因为 她献出生命 来做的主的事情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为什么 不献出生命 来到主面前呢 因为爱惜肉体 因疼爱肉体 不愿意献出生命 韩国曾经有很多牧师 都去静国神社参拜了 就是 在其他的牧师 殉道的时候呢 有些牧师呢 就是背叛了上帝 在经过神社 做了参拜 结果 虽然他们 生命是保住 活了 但是呢 现在很凄惨的 那有些信徒说 哎呀牧师 我现在岁数也不大 为什么总是爱打瞌睡呢 面对上帝的话 我怎么这么爱打瞌睡呢 那么悔改我祖上的罪过吧 铁赛罗人家前书 二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为此 我们也不住地感谢上帝 因你们听见 我们所传上帝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上帝的道 这道实在是上帝的 并且运行在 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阿们 把上帝的话语 听成人的理论的话 那都是要走向败坏的 十字架是什么呀 耶稣钉子在了十字架上 诺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我要背起我的十字架 就是我的生命就要死在十字架上 我送出生命爱主的时候 就有基督活在我身上 我领受祈礼的时候 是和基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 而且能和基督一起活过来 而我们在生活中呢 经常毁谤他人 骂别人 说别人 我随便说一个人 我随便骂一个人 结果呢 就犯了毁谤的罪 导致孩子受苦啊 我们听了责备呢 都会认罪悔感 愿意是一张九节 当我承认我的罪恶 主啊 我这里是坏的 我这里是脏的 这时候上帝就洗净我 这时候就能活啊 而我们来到主面前呢 从来不祷告 也不认罪 也不悔改 为自己也不祷告 为儿女也不祷告 我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全是被魔鬼所困住了 而且这时候就爱抱怨 找借口找理由 爱带着自己的想法 我的想法上 全暴露出自己的愚昧啊 这时候就爱纷争争吵 回到家里就爱找茶 纷争 吵架 上帝为我预备的是祝福 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领受祝福 反而去走向灾难和咒诅呢 而这不好的行为 为什么不想改正呢 改正行为的时候 就是要 献出生命来 悲喜自己的十字架 是我的自我完全死去 而我们总是不愿意死去 上帝的 上帝的话语是能力 上帝的话语是赐予我祝福的 照着上帝的话语使我得福 哀痛的人能得福 虚心的人能去天国 我心里贫穷的时候 是渴慕圣经话语 是顺从上帝话语的 顺从了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才是属于我的财富 马太福有五章啊 上帝的话语 我要多认最多悔改 我才能领受这圣经的话语啊 耶稣亲自 耶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 耶稣也领受了洗礼啊 马太福三章 耶稣受了洗礼 为的是给我们立下了榜样 耶稣受了洗礼之后 也获得了圣灵 而且得到圣灵的引导 去试探去了 去禁食四十天 而我们呢 也没有领受洗礼 也不愿意致死肉体的恶行 就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都毁一样 做什么事情全荒废了 而且倒闭了 经济上遇到困难了 那遇到这样的艰难的问题 也不愿意来投靠上帝 很是傲慢 很是骄傲 还藐视上帝的话语 还瞧不起上帝的话语 为了领受上帝的话语 我要痛哭啊 我要流着泪 忍就悔改啊 而我就不认罪 也不悔改 遇到经济困难的信徒们 分明是自己的一举一动 再让上帝难过了 父子的朋友 我嫖母是经常认可师母 我的师母很疼爱她的外孙 但是面对上帝的事情的时候呢 师母就把上帝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外孙的事情要撇在一边了 真的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 面对上帝的事情的时候 把上帝的事情摆在第一位 这才是真实的信徒啊 那么部族的普通我嫖母是经常在观察 我们在这世上做件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把上帝的事情放第一位呢 家人就是仇敌啊 自家人就是仇敌 所以通过对方的行为来认识到我的罪 通过儿女的行为来认识到我的罪恶吧 面对上帝的话语 不愿意顺从 不愿意阿门的 这都是在违背圣经话语 都是在不顺从圣经话语啊 有些信徒来到釜山地教会很长时间了 但是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呢 那可以观察一下这些信徒 面对上帝的话也不愿呼喊阿门 所以这问题是出在我身上啊 那上帝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在哪里了 那么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八章十三集 马太福音一章到五章 那么直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耶稣让我们去教导 教导别人 教导什么呢 圣经读圣经认识圣经 就是要认识到我的罪恶 以斯拉记七章十节 好多人以为读了圣经 就把圣经读成理论和知识了 那不叫读圣经呀 读了圣经就要认识到我的罪恶 读了圣经就要承认我就是罪人 若是神学者 就能承认我的罪恶是这么这么的多 而当今好多人自称是神学者 自称是牧师的 把圣经当成是一种理论来读 那都是假的 以斯拉记九章 以斯拉记七章十节 读了圣经 为什么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呢 我们通过圣经 得到了领悟 成了这样的奥秘 好多信徒 好多牧师给我打电话说 哎呦牧师这讲到磁带 听了十年我才明白 原来是这样的含义 就比如说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不喜欢钻石 我喜欢的是糖果 大人知道这个金子是好的 那么比金子更好的是什么呀 是上帝的话语呀 好多人认为钻石就是一切了呢 但是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是最大的帮助 这是最大的福气呀 文马书八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阿们 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吧 哪怕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要正确的生活呀 上帝为什么让我受训练呢 我要亲身经历这一切 我才能做上帝的见证人呀 上帝的话语如此的甘甜 只有上帝的话语给我满足啊 我听上帝的话语没感觉的时候 说明我出故障了 我心灵太傲慢 骄傲了 今天开始我们要做有福的人 上帝是赐予我们祝福的 唯独上帝的话语安慰到我的心灵 哀痛的人能得到安慰呀 我遇到困难了 我的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吗 认罪悔改 哀痛的认罪悔改吧 我们一起祷告吧 主啊 我父 您给我们讲了八福 您告诉我们 我的心灵要谦卑 我的心灵要贫穷 而我的心灵始终不谦卑 我内心装满了撒旦魔鬼 很是傲慢 很是骄傲 总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的话语 求我父 饶恕我的罪过 我一直以来都错了 我父您告诉我 哀痛的人有安慰 哀痛的人能得到信心 哀痛的人能获得上帝的话语 求我父 饶恕我的罪过呀 我父 我的问题特别多 我儿女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问题这么多 我还不懂得认罪悔改 反而来到教会里打瞌睡 甚至不愿来到教会了 我父 我怎么还不明白呢 我怎么还不醒悟过来呢 我父 您告诉我们 做了四季灵悔改 就不需要辛苦受累了 求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做四季灵悔改 我父 我一直以来 我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一直以来 嘲笑了上帝的话语 成了法利赛人 我父 在今天求我父帮助我 使我有心的开始 在这凌晨求我父帮助我 使我得到上帝的帮助 使我痛哭认罪悔改 使我哀痛得认罪悔改 使我得到上帝的安慰 使我得到上帝的帮助 今天开始 大声哀哭认罪悔改 哀痛得认罪悔改 得到上帝的安慰 靠着上帝的话语得到安慰 上帝的话语 是在信的人心里如实运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